这个男人靠着打老鼠赚钱 打死一只就能获得一千万 其实这是一家一百年前的泡菜加工厂 由于工厂经常出现很多老鼠 便出现了这种打鼠人的档位 使真多便是这家工厂里的打鼠人 看着眼前成群结队的小可爱 他本以为可以成为全村首富了 但下一秒他就脚下一滑 直接掉到了楼下的泡菜缸里 工作人员不但没有发现 而且还一言不合就盖上了上面的盖 没想到就在这时工厂被查封 他也被永远封存在了泡菜缸里 看视频一定点赞加关注 那个人的运气一定会很好 好在一百年后 两个小屁孩来到这家废弃的工厂探险 意外打开了这个泡菜缸 下一秒 使真多竟然啥事没有的 从泡菜缸里醒过来 小屁孩健壮被吓得赶紧跑回了家 神奇的是 被泡烟太缸里的使真多被救出来后 居然毫发无伤 并且身体的各项指标也非常正常 事后使真多询问医生 自己的妻子使真香现在在哪里 医生说 你的妻子现在早已去世了80年 劝他再找一个 气得使真多当场 把他打翻在地 就当他得知自己还有一个曾孙子后 使真多显然有些措手不及 但最后还是跟孙子走出了医院 结果出来后 发现外面竟然高楼大厦平地起 就当出租车开过来后 吓得他还想和出租车对他 回到家后 使真多提出要去自己妻子的墓地看看 在曾孙的带领下 他成功地来到了这里 此时 妻子的墓地已经变成了一片垃圾场 就在这时 一坨脏东西忽然从广告牌上落下 直接砸中妻子的墓碑 就在这时 一群换广告牌的工人 让他赶快离开这里 气得使真多 直接一拳把那墓碑 事后 他一直训斥孙子 没有照看好家族的目的 因此 也孙两人不欢而散 使真多也决定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赚钱拆除那个讨人宴的广告牌 于是他一言不合 就走进商场买了99根黄瓜